歡迎光臨各位NorseNorse 我是阿神,我們叫阿GamNu 其實以前是有神奇寶貝樂園好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一張就是我當年留下的卡片 這一張我從以前到現在我都沒有拆過 這一張的話是入場送的一個雞拉旗 所以呢導致我個人最喜歡的寶可夢就是雞拉旗 好其實顧到座高卡還是很好看啦 但真的要論可哀神我還是最喜歡雞拉旗 正在這邊還有宣傳他的一個玉族 好可惜喔 當年找到我應該拜託我媽說 喔我都來這裡喔 可不可以讓我買一個玉族 如果有的話 哇那下次可能就不太一樣 但可惜啦 所以呢我家手上只有這張卡片 也因為找到這張卡片啦 所以導致我個人很想要把所有的寶可夢的卡片 對這我事先做過調查 就是一點阿里不達的卡片竟然通通都有出 呵呵呵 所以呢我今天話想要把一千多種的寶可夢 所有類別全部以寶可夢卡的形式收起 但我還是說我不會管任何什麼EX意圖 我都不管 我對那些行李沒有感覺 我甚至希望他們可以全部就這樣統一規格 不要什麼特殊EX那種全圖卡 我對那種比較沒有興趣 我希望他們每個就這樣小小一格 然後下面寫能力這樣子 然後並且寫上名稱啦 就是我要跟你說一下 因為我建議我個人還是有點那種統一線強迫字 所以呢我應該還是會鎖定日卡就好 因此呢我去逛出去逛了非常久 我逛了一個東西就是 800張的寶可夢卡 其實你這樣應該看不太出來 我稍微把它拆開好了 這邊一疊 第二疊 好可愛木木曉 第三疊 哇絲 感覺好像都是新卡耶 完了 我想要救我一些的卡片 就是可能當初在有Mega金王那種版本的卡片 好可愛 Pikachu 再一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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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一口氣 買了800張的寶可夢卡 其實我本來想 我很怕可能會有其中一疊 全部都是能量卡 這樣我會直接崩潰 我很害怕 畢竟野獸稍微摸一點 那我覺得今天 我不奢求多 我希望大家可以湊個150種寶可夢 不過分吧 所以呢這話是我們新的專欄 就是我們要湊起一整套的寶可夢 圖結 我真的好壯 我說好帥 好了各位我要先說 因為我建議 如果我們每一張都講 那我覺得這支影片 一定是一個小時起步 不僅我800多張 所以我會載一些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寶可夢 還有一些 覺得還蠻可愛的寶可夢 我會稍微停留一下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一部這一疊 OK 基本上 欸其實他還不錯啊 他的寶可夢 雖然就來看前幾張而已 都沒有重複還蠻讚 這是誰啊 百足無功 我剛才講這畫面怎麼那麼亂啊 唉唷醜醜魚耶 然後呢 再來這邊 唉唷 比較偏向於這種道具卡的能力卡 我個人就是 不會把它放在圖結裡面 我要就是這種寶可夢卡 嗯 怎麼重複了 OK 下一張 唉唷 冰鬼戶 嗯 不然不知道風源系列 還是我最愛的 唉唷 其實這個版本好像有點新耶 因為連猛惡姑都有耶 這真的是很新很新的卡片 但這種變化型呢 我們還是會收好不好 絞金魚 嗯 其實看出來感覺 真的一張閃卡都不會有耶 嗯 還行還行 不可不說 小時候真的覺得這樣超弱的 OK 大蔥牙 然後呢 OK 這個角色卡 不要 哇有風鈴鈴耶 好可愛喔 其實我個人覺得絲魔才蠻可愛的 OK 這倒主意卡 不要 嗯 其實好像 重複流有點高 ヤバイ ヤバイ 不是感覺有點被騙的感覺 是我錯覺嗎 真是感覺是 再搬家清費卡 可可兜拉 我小時候超愛的 OK 感覺好像版本有在換一些 但感覺好像都是 維持在24年23年這種版本嗎 感覺啦 就是屬於那種 真的比較新的卡片 嗯 感覺真的沒有那種 我期待那種很舊很舊的卡片 就是那種可能真的退坑的人 然後就一大袋不要這樣子 卡比獸好可愛喔 OK 給大家看一下 嗯 其實真的還行嗎 也不太清楚 等一下可能要稍微認真的 稍微盤點一下 唉唷 其實還是要給一點點三卡 當然真的就是屬於 最沒用的那種 可能一張一日幣都不到的吧 其實開始有點變化啦 有一點 就不會像剛才 前面重複率那麼高 OK 好可愛喔 OK 開始 嗯 嗯 欸這個我真的覺得 你要賣尿袋 好吧 其實開始感覺有點小小不滿意 一點點 就是感覺重複率有點高 沒關係 繼續繼續 其實整體感覺還行啦 其實不是怎麼說 唉唷 這個名字就是田園蠻 但在包含這邊叫做海地鼠 還蠻可愛的啦 這張我超級喜歡的 雖然它真的感覺好像沒什麼用 好呢 OK 其實還行啦 唉唷 完了 這個感覺重複率真的有一點點高 一點點 拜託 呀拜 OK 這是我們第一疊 好不好 我稍微整理一下 其實整體的重複率還行啦 畢竟你買800張 然後加上它感覺版本沒有到很前面 我覺得重複率高是蠻正常的 但我現在開始擔心 起下一疊會出什麼問題 但是呢 不得不說 其實道具卡還蠻多的 嘖 嗯 好吧 至少沒有能量 看出來這個還是有良心啦 至少把能量給我拿掉 下一疊 BIGGUE 完了 開始重複了 其實 好吧 本來就是做好現場 哇 好帥喔 小正量都是龍蝦小編 但這隻 喔 小時候 玩 雖然說是盜版 但進化真的超帥 完了 重複 喂 喂 好恐怖喔 嗯 不是欸 這疊的重複率也太高了吧 好 小時候最討厭就是 一進三洞時一直遇到它 超煩 OK 但不得不得 它的卡圖真的有多多了 OK 嗯 其實整體也有開始重複的感覺 但還行吧 我真的好可愛喔 我真的覺得蟹蜜的天空型態超級Q 雖然蟹蜜本身也不錯啊 嗯 好可愛喔 OK 開始 重複率有點高 沒事 我們繼續 其他這卡片真的卡得很多耶 OK 繼續稍微看一下 雖然不是我要講 但是有些寶可夢 會讓我覺得它畫得很隨便 你知道嗎 其實不如說重複的也是開始很正常啦 其實不如說重複的也是開始很正常啦 然後呢 但這一疊重複率有一點點高 然後呢 沒事沒事 沒事 畢竟我們有800多張可以慢慢看 可以慢慢看 大家不用緊張 OK 但這樣其實應該充分驗證的時候 如果假設你要買這種類型 盡量不要買同個家 感覺他們就是 欸 所以可能 某一區某一旦 就是那一整天 就是他的費卡 這樣直接撈一整體給你啊 我自己覺得啊 應該貨多少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假設你買同一家 然後都是差不多型號的 可能他抽很多 但是為了抽一些 意圖啊 所以可能他們就是 因為我看那個賣家 其實蠻多同類型的商品 或是你搞不好 一買他就是直接撈那一整區給你 所以你可能拿到兩組一模一樣的 我自己覺得 心眼妙好可愛 OK 沒關係繼續 整天從複利開始搞起來了 不是 這張問題看到好幾次了 OK 沒事沒事沒事 繼續看繼續看 欸鹽兔了好可愛 美娜絲終於來了 嗯 這招這招 OK這樣稍微繼續的看一下 好 這一集可能差不多 欸其實不得不說 這種普卡感覺 神獸應該是真的不會出現的 我自己覺得 OK 廢卡越來越多了 來鬼 我們現在開這個 電極魔獸的一個卡標 來 看起來好笨喔 OK 完了 完了 好恐怖喔 怎麼都在這邊卡片啊 喔 寶石可多了 好帥 我小時候真的最討厭他 你知道嗎 沒什麼用 一直遇到 現在應該開始有一些 專業玩寶可夢的互相說 這個人拿一堆廢卡 到底在笑什麼東西啊 其實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這顆也很帥 但重複率開始已經瘋狂的起來 我只能說就是那種 會嚇死的那種 鐵甲鳥欸 OKOK 嗯 美娜絲 雖然剛才前面拿到蠻新龜 但後面一下拿到覺得還好 而且這個重複率也太恐怖了吧 呦 這些卡片怎麼感覺好 剛剛全部都看過啊 怎麼會這樣啊 沒事沒事 繼續 其實正經還行啊 還是有一些新龜寶可夢 一直在跑出來 嗯 OK 這個也太多張了吧 就跟在洞窟裡面 遇到他的機率是一樣的 我剛剛覺得獵政兵這個設計超級有梗 很強卻很醜 他真的好醜 這是我當初對他的第一印象啊 哇 地安息 嗯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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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複率開始瘋狂的急劇上升了 沒事沒事沒事 別怕別怕各位別怕 好我開始自己害怕起來了 我真的小時候真的覺得赫拉克魯斯超帥 比起大甲 我覺得大甲長得好醜 所以我小時候一直拼命想要抓那個赫拉克魯斯啊 齁真的很炫 OK繼續繼續繼續 但感覺他的版本感好像就是 僅限於那幾個版本在輪欸 我自己覺得 可惜了 如果可以再多一點 那我覺得 我們家買起來會更加的開心啊 OK 但不得不說我小時候真的覺得 他跟另一隻到底有什麼差 為什麼要設計兩次 雖然好像是為了一公一母啊 不得不說這一疊 基本上有一半都被塞掉了 所以剛剛這個大概有一半都是重複卡 其實整天我們家看起來好像還行欸 再來看下一疊 嗯 開始大重複啟動啊 開始要抽一些新規卡 就比較難一點的啊 畢力極翁欸 讚讚 其實不得不說 為什麼感覺好像 風源的玉三家 好像都沒看到 但好像滿合理的 就這幾個版本在輪而已 沒事 就一直往下堆就可以了 這一疊的重複率非常的高 所以現在開始就是 每三五檔都是有重複 感覺跟開卡包差不多 其實我也覺得他蠻可愛的 而且他進光還有雙拿尾 帶獸好不好 小時候的噩夢 其實整體 好啦 其實他感覺看得出來 他還是有在每一點裡面就是 塞一些比較不一樣 或是稍微調整一下 而且我現在下面卡片一直在掉 我的桌上有點太滿了 但沒關係 哎唷 雖然長得很像火神兒 但是他叫鐵毒蛾 其實看來他真的是會偷偷追加一些 就是新的寶可夢 或是比較不同版本的在裡面 就是 他可能 也會想要盡量讓你拿到都比較不要 哦 我小時候覺得扭拉超帥的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尤其是變馬扭拉更帥 這隻我小時候我也覺得超帥 我一直以為他是神獸 你知道嗎 哇那個斬 Mega超帥 蛤 怎麼是他啊 好醜喔 而且他還是球閃欸 又是球閃 所以到時候他還是有塞一些小金 哇 好帥喔 巨錢螳螂 而且是球閃欸 不錯不錯 但我不想要閃卡 大家最愛的女主就在這了好不好 嗯 其實還不錯 哇他閃很多欸 我當時一直以為只有151才有球閃 原來後續都有 不行我們不能被誘惑 我們就是只能收一般卡就對了 嗯 看出來他真的是有在給一些誠意啦 就是讓你每一疊至少玩起來還是 有一點點不同的感覺 我也後悔開這企劃 還有好多 還有1 2 3 4 5 還有5疊 救命 其實重複率開始 逐漸升高囉 但看出來他真的是 還是有穿插一些卡給你啊 就是讓你玩一些驚喜感 欸其實不是不錯 我覺得我們開一下 滿有感覺一直往上升的感覺啊 我自己覺得 就從一開始完全沒有任何閃 然後到現在一直往上升啊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甚至讓我們一些遊玩體驗啊 大家開到一些都不會有那種興奮感啊 拉迪歐斯欸 嗯 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 哇很好看欸 但我比較喜歡拉迪亞斯 賣廢卡歸賣廢卡 但還是有用心 雖然說有些重複 但 只好可以看出來他本身 還是有想要讓你一些 收集的感覺 你800張裡面 然後每一捆 全部通通都一樣 那之後會中風好不好 不是不是我現在開始往下拿 就拿隨便 有時候被人拿了兩張 當然就是這樣稍微略過給大家看一下 嗯 總之他是閃啊 其實一張神獸 我只是那種 GRADOGALKA那種比較大神獸 好像通通通都沒有欸 好遺憾喔 我怕以為會有這種神獸 結果感覺好像通通都沒有 沒關係 這點快要結束了 後面的話 開始重複率稍微偏高一點點 沒關係 OK 換這個封面是我們的多奇龍的這一個啊 嗯 其實多奇龍也蠻可愛的 小時候我也覺得他長得超可愛的 欸這個我很喜歡 這隻我覺得超級可愛 我記得那個世代剛突使 我第一眼就是看動這招 小斷匠啊 喔怎麼那麼可愛啊 希望今天可以開出一張巨斷匠啊 我小時候也覺得飛行場超級無敵 所以一定必抓的 好了 再來換我們這一疊 騎手是我們的探小事的一個卡片 欸其實我當初看到他 我真的覺得超像假面騎士你知道嗎 還不錯還不錯 其實臭你看起來超笨的 我真的覺得他的臉唱會亂畫你知道嗎 真的很可愛啊 這隻在寶石板邊 讓我覺得很煩很罩的一隻 因為在哪裡都可以遇到他 球閃的一個醜醜魚欸 嗯不錯不錯 這樣風雲地區 我也想要全部收球閃 因為風雲地區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唉唷有這隻喔 希望可以出個鐵雅鈴或是巨金怪 但我覺得巨金蓋應該是放在大圖那邊 我真的覺得他的金蓋超級無敵帥 我跟鎧甲武士一樣欸 好了各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我做了點斜啊 因為呢 我這邊地板全部都是重複卡 我稍微把它全部整理完好不好 其實整年讓我蠻驚訝 但好像也蠻合理的 畢竟他這個可以算是兩年份的卡片啦 所以呢總類上 我覺得整年收完算是讓我蠻滿意的 我們一共收齊了317種寶可夢 800張裡面有300種 其實讓我蠻驚訝 我本來覺得可能會再更少一點 但他這個話大概是2013、2014年的卡片 基本上兩年的卡片 再加上那麼多瘋狂的一個補充包 跟一些卡片之類 其實蠻合理的 但有個確定就是 我全部點完之後我發現 其實三階的好幾少 甚至可以說是零星幾張而已 用雙手捨出來 所以看這真的是屬於那種 比較普通那種草叢可以遇到的寶可夢 好啦也蠻合理啦 畢竟這個也才這個金額而已 然後廢卡部分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 整天非常近啊 滿地上都是那些 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那些可能送人都沒有人要 其實我本來今天是想要 最後再放卡車 然後我後來發現我忘記買了 所以呢 到時候應該買個真正 那種可以塞1000張的卡車 這樣收起來才是最有感覺的 因此呢 今天的話大概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可是我們還是稍微看看一下 我還是說這個只是初步過濾而已 可能會有些重複 畢竟他同一張卡 有好多種卡圖 可能會稍微演化一下 好各位這話說大張受內 我還是說塞補下 好不好 這是塞補下 這話還有超級一大疊 通通都沒辦法 我在想 因為畢竟有一些型態 你看像比如說肯太魯就有其他地區 我也在想 待會他放在這裡還是分開比較好 你們大家給個意見 好不好 我自己也是蠻猶豫蠻掙 好啦 所以那以上 就是我們這一次一個寶可夢影片 算是開個新片啦 算是完成一個小時候的夢想 畢竟以前的話都只能玩GBA啊 但不可不說其實以前玩GBA 我好像連途徑都沒有收齊 好啦 所以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如小情報 在這邊下見 掰掰